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七选五大招的一个讲解 感觉距离上这课时间好像有点长呢 然后后面的部分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语法经验这个板块 因为我们确实刚刚有月考完 那么月考完之后 接下来即将要面临的可能就是期中考试了 当然也有在期中考试之前 学校我给大家安排月考的 不管啥考试 舍姐按照这个节奏给大家 把各大题型都给大家讲解透了 你回去考试你也不用担心 来吧那么学校先带大家温顾知心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忘记给学校打卡了 Suggest这个单词 它的词意是吧 那个动词是哪一个 哪一个是它的动词呢 ABC看好了 来学校给大家发喜欢卡了 哪个是动词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 评论区里不要 评论区里不要 不要用修正带 雨晨 你真气死舍姐了 舍姐第一次就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修正带不要用 然后下一节课 不是要给大家讲写作 讲介绍类的吗 然后下一节课 我会告诉大家 怎么把那个字写漂亮了 下次写作 咱也给他拿下 来吧 谁也准备收了 是不是有没有给老师看 这个单词的同学 就是上节课 没有听 所以单词不知道选哪个 罗天祥 肖仲强 艾佳怡 非常棒 这个单词它本身是名词 然后变动词 我们是在末尾加上 en这个后诀 还有en这个单词 这个词诀作为前诀的时候 它也是翻译成识怎么样 识怎么样 把它变成动词 第二个 participant 这个单词的含义是什么呢 来这个评论区里 直接给老师敲出相应的序号 123 神剧男说 老师我选项卡了 是不是卡住了 来我抓宝子们上榜了 聂心悦非常棒 老师说完之后 立马在评论区里敲一下 加深一下自己的印象 刘志颖 舍姐应该是第三个 夏赛阳 何嘉欣 王思妍 张家颖 干得漂亮 第三个 他的意思叫做参加者 参加者 来下面一个单词 以下哪个单词是 特别尤其这个意思呢 这个舍姐给大家发选项卡 发选项卡 打完评论区里就666就可以了 是谁给舍姐选错了 咋回事啊 这评论区里给我敲出来啊 为什么会错呢 老师上这课课没听 上这课单词没背 是吧 赵提的证据率很低啊 没给舍姐好好背单词 可不行哦 宝子们 舍姐再强调一下啊 来 舍姐收了啊 3 2 1 单词必须得背 听舍姐的话啊 舍姐肯定不会坑各位宝子们的啊 课上老师给你讲解题逻辑 讲解题方法 下去之后 老师不要求说 你把学校单词给我背了 但是我整个这节课 讲解的所有的单词 一定要给舍姐消化吸收了 因为我讲的单词 那都是高考的高评词啊 不管是高考了啊 现在说高考好像距离你们有一点远 那都是你们平时各种考试的 最最高频的词汇啊 好 来 先说A选项 刚刚很多东西老师选择了一个单词 extremely 这个单词 它是啥意思啊 它不是very 非常 这个意思吗 I'm extremely happy delighted excited 还有印象吗 2B选项 particularly 特别 尤其 这是老师上节课给大家讲解的啊 C选项 immediately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立即 立即 给设计错的同学啊 给我修改一下啊 来 decoration 这个单词的含义是哪一个呢 我给大家发选项卡啊 目的地 装饰品 还是捐赠赠物 答完评论区里666啊 decoration 啥意思啊 看清楚了啊 给老师选错的 你说绝对和那个单词混了 是吧 3 2 1 说了 是不是给舍姐当成destination了 destination 它才是目的地呢 decoration 动词 decorate 装饰的意思啊 答案选择的是2B选项 李牧童 晨晨 郑若童 非常棒啊 好嘞 那么舍姐给大家准备 第最后一个单词了啊 community 这个单词的含义是哪一个呢 A 社区 2B选项 区分 第三个选项 叫做使证经 来评论区里 直接给舍姐选出来 预和说 老师我选的B啊 然后显示我是C 是吧 咋回事呢 系统的问题 特别好啊 这个都给舍姐答对了啊 优秀啊 来我把弹幕打开 超级棒啊 舍姐 E EA 社区的意思 特别好啊 好了 那么舍姐把文故知询板块 带大家复习完了 接下来这节课的安排 舍姐说一下啊 大家月考试不都考七选五吗 然后很多人说老师 我还没有学过七选五 然后考试就考了七选五 上到考场上 直接就懵了啊 所以这一课 所以先带大家认识一下七选五 七选五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啊 然后谁给大家讲解 我们七选五的解题方法 有纸带类的 还有数词类的 第四part给大家准备的是 五语法经验这个板块 来那说到七选五啊 有些同学月考已经见到了 但有一些同学 老师我们月考 根本就没有安排七选五啊 老师跟大家说 他早晚都要考啊 其实有这种提醒呢 他就是给你拿一个 大概三百到四百字 左用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完整的文章 然后把其中的五个句子 给你抠出去 把这五个句子拿走之后啊 然后给你变成空 就是现在老师给大家 呈现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没完 他明明拿走的是五句 然后呢 他再给你多拿出两个错误选项 凑到一起 一共是七个 那么七个里头选五个 大家觉得老师这题不难 老师跟大家说七选五特别难 大家有没有给老师学排列组合呢 那如果给老师学排列组合了 来评论区里给我刷播数字一啊 没学过评论区里刷播数字二啊 排列组合选不选 月考直接全错啊 林音娃 没事啊 咱为下节课考 下次的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还没有学呢啊 那么舍姐先告诉大家啊 大概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排列组合A75啊 有多少种排列组合方式呢 我们还没学 还有C75呢啊 还没学的是吧 老师告诉大家 有多少种排列组合方式 就是等于7乘6乘5乘4乘3 考大家一下啊 这个得数是多少呢 等于2520种排列组合方式 如果你们跟老师学了 这个排列组合的话啊 除了有A75之外 还有C75 但是啊 我们不是C75 因为我们不行 要把那五个正确的案件 都挑出来 排列的顺序 还得是正确 所以 7选5一共有 2520种排列组合方式 张海斌说老师 赵海斌说老师 月考我们根本就没有考 那么舍姐就要让你 见识一下大场面了 来评论区里 2520给我打出来 2000多种排列组合方式 你说这道题 我们五道题 想要把它做对 多难啊 因为如果五道题 想要全都做对 你的正确率是只有0.04%的 宝字们 万分之四的概率 全都做对 所以这个题型 谁见谁头疼 谁见谁脑瓜都嗡嗡的啊 以前你都没发现啊 老师跟大家说 你可以考一下 你们的数学老师啊 老师A75是多少种 排列组合方式呢 问一下他啊 这么难的题型 这也告诉大家啊 年年都有在考 年年都有在考 而且他的数字啊 不是他的数字 就是他整个这篇文章的 这个字数 包括文本和选项 字数越来越多啊 字数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题材 是说明文 也非常的难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 一定要认识到 七月五这个题型 它不简单 它很难 而且它是我们高中的 新题型 初中根本就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点 是要说 七选五这种题型 它的分值变大了 就是原来老高考的时候 五道题一共十分 现在咱们所有同学 在2025年的时候 是要参加新高考的 所有同学都变成了 12.5分 每道题涨0.5 五道题一共多了 2.5分 而且因为大家参加了 新高考 你的七选五的 做题时间还变少了 原来八分 八分钟把它做完就行 现在六分钟 必须把它搞定 所以大家说 分值增加了 而且做题时间变少了 而且它组合方式那么多 你说怎么能做对呢 我跟大家说 很多人说老师 那我七选五靠啥 我靠翻译 咱就别说七选五了 就很有可能 这么其他的所有的题型 都要给老师靠翻译 老师之前就跟各位宝子们 强调过 你不要靠翻译 去给我解题 当然当然了 老师也不是说 不让大家翻译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 七选五这个逻辑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反译 不是上来选项 在这挖空 空格前的句子 咔咔咔 给我从头到尾读 然后空格后面 也给我读 最后选项 挨个往里去带 看哪个符合上下文 那么它就是 我们这道题终于答案 然后跟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做 这一道题 你要给我读七个选项 你一共几道题 五道题 你至少要把这个选项 给我翻译出35遍 这是你进行好 如果你进行不好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翻译到C选项的时候 哎呀 A啥意思来着 又回头看A 翻译到F选项 哎呀 那个C啥意思来着 你又回头给老师看C 就这七选五把你缠在那里 老师跟他说 每个15分钟 你肯定搞得不良 但是如果你真的花15分钟 去做这七选五的题 你最后你肯定答不完作文了 作文一定是答不完的 所以怎么办 别给我翻译 别翻译 就把你原来觉得英语学习 要靠翻译这事 你给我干掉 给我扔掉 而且就算你给老师翻译的贼好 你会发现 老师2B选项和C选项 我放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都符合上下文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老师 我看一下答案吧 答案解析 我强行说服自己 我听他的 他说的就是对的 你会发现 你永远被七选五带着走 你都没有做 说老师七选五的逻辑是啥 你根本就没有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一定要 打改变你原来的这个传统的认知 改变你原来的解体思维 尤其是老师 我希望老师没讲 没讲太好了 你就听舍解的就够了 OK吗 然后因为老师 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逻辑 去给大家讲 是因为咱们的考试说明当中 明确跟各位同学们说了 我们是要利用推理和归纳等逻辑手段 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总结所接触语言材料中的语言规律 并加以应用 人家都说了 让你用逻辑手段 让你用语言规律去解题 你遍不 非要靠翻译 可是人家考试说明里头 没有说考察学生的翻译能力 根本就没有提 老师解决了吗 所以不要给社群去翻译 然后是做了这么多的真题 七选五的真题 包括七选五的模拟题 给大家总结出我们整个 做七选五的解题逻辑 有四大速解技巧 这四大技巧当中 还有分一些小的技巧 这一共有12个 舍姐全都会给各位同学们讲到 但是一节课不可能说 把12个方法全都讲完了 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老师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的 还有四大逻辑的解题技巧 以及三大题材话题的解题技巧 来吧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搞定第一个 第一个呢 而我给大家选择的是 只带巧解技巧 在这里啊 宝子们 只带巧解技巧里头 这里是有两个的 这两个今天舍姐都会 各位宝子们讲到 然后我是按照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还有定管词 去告诉同学们 他这题的逻辑 应该是怎么去解的 来我们先说第一个 人称代词 这个课本 小时候都学过没 马什么没 马都没 南逸说老师 月考题都没写完 阅读这方面太费时间了 所以千万不要给舍姐真的去翻译啊 人家不考你翻译的能力 学过没 润土 刺查 是吧 少年润土 对 就这课本 老跟大家说 就这一小段落 舍姐给大家拿出来 这里面暗含咱们的逻辑 中文逻辑在 应用到英文逻辑当中 它也是OK的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远月 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斗中了一望无际 碧亦率的西瓜期间 有空格 向带银犬 手捏一笔钢叉 像一匹茶 尽力次去 那茶却转身一扭 反向他的胯下 逃走了 来吧 舍姐先给大家讲原理啊 原理理解了 咱们下面在做题的时候 你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做啊 这道题 老师给大家编成了七选五 我不希望各位同学们说 选项挨个给我领发领带 而这道题 我不用挨个带 我直接知道答案 是因为你原来知道过这个文章 可是我们高考考试卷子当中 那些阅读理解文章 你原来都没见过 所以不要靠了 老师 原来我知道这些事情 去做这个题 考试的时候 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题我们怎么解啊 宝子们 感觉都要崩溃了 是不是 给老师看空格后面 出现了一个他 这个他是个代词 这个他在汉语当中 他指代的是一个男人 没有问题吧 这个逻辑 来没有问题的话 评论区里把他给我敲出来 把一个男人的这个他 给舍姐敲在评论区里 一个男人的这个他 给舍姐敲在评论区里 特别棒 那既然在这里突然出现了 一个代词 他就说明我们前面 一定有一个男人出现过 否则你这个代词 你在这儿 你指代谁呢 老师在这儿清楚了吗 所以你按照这个逻辑 去给舍姐选 选项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男人出现的话 你告诉我答案 咱选啥 评论区里 给舍姐敲出来 哪个选项里 有一个男人出现 看得漂亮 张家影 非常棒啊 聂心悦 朱常立 李家梦 玉和 雨轩 俊威 你好 雨晨 太棒了 舍姐这要提正义答案 咱选择的是不是 G选项 极其优秀 A选项采西瓜的小姑娘 小姑娘是个女的 母叶叉都母了 你看看 茶 茶是个东西啊 月亮也是个东西 妹妹是个女的 大海是个东西 只有这个少年 可能是一个男人 所以照题正确答案 咱选啥 咱选择的就应该是 G选项 那这就是老师 跟大家说的 这个解题方法 叫做人对人 物对物 担负对担负 你前面啊 你这个空格位置 是一个人 那你前面就应该 给我选一个人 你空格后面这个 如果是一个宝字盖的他 那你前面就应该 给老师选择 物 如果你空格后面是单数 你前面用单数 你空格后面用复数 你前面就应该用复数 老师决定了吗 那除了这个他之外 老师告诉大家啊 咱考试的时候 可代词 能用的 帮人解题的 不止这一个 来 我给各位宝字们 总结出来 空格后面啊 空格前面出现代词 比如说 they the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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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需要做到通过这个代词 人称一定要保持一致 还有就是单负数 也一定要给舍姐保持一致 这一页必须给舍姐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刷播数字6 这一页给舍姐截屏 评论区里给我刷播数字6 特别好啊 优秀 这是大家给老师截屏了 接下来我就让大家去做题了 给舍姐迅速看一眼空格后面 你告诉舍姐你发现什么了 给舍姐打在评论区里 期盖太可爱了 看见什么了 你觉得哪一个是能够帮助我解题的词 你给它敲出来 非常棒啊 我把弹幕打开 各位保持们真太优秀了 老师 你看那空格后面不是出现了一个 he's 吗 除了这个he's 之外 还有啥 还有him呢 说明咱们这个 所选的这个里面啊 空格后面这个袋子 一个男的 在这摆着呢 所以按照老师给大家讲的 人对人 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下面选项当中 可能会选的 有哪些 你都给舍姐抓出来 可能会选的 有哪些 都给舍姐抓出来 男人 是吧 男 我们不着急锁定那个正确答案 只要有可能 全都给他抓出来 来老师抓宝子们上榜了啊 龙毅 肖 说舍姐我觉得g是ok的 罗音方 诗金鱼 舍姐我觉得c和g都是ok的啊 老要取一个拳几啊 就各位宝子们 有给我敲c的 有给我敲g的啊 cg我全都拿出来 先说a选项 里面是我 跟一个男的 根本就没有关系啊 2b选项我 没关系 c选项 这确实是我 但是他这个位置说的是another kid 另外一个孩子 那另外一个孩子 他也有可能是个男的孩子啊 对不对 所以c选项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留着他啊 然后d选项是我 然后e选项 是我 f选项还是我 这道题就不是让你选 跟你有关的 然后g选项叫做my older brother 我大哥 我大哥那肯定是个男的呀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锁定了 要么就是c选项 要么就是g选项 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老师解决了吗 所以这道题 我们啊 直接排掉了五个干扰选项 就这五个选项 老师跟他说 你给老师的翻译能力再强 就女员班啊 那个英语接近满分的同学啊 来给老师翻译 翻译出花来 他也不可能成为正确答案的 因为他不符合语言逻辑 所以其他同学做了一题 7选1 咱直接 2选1 答案要么选c 要么选g 老师那接下来咱咋做呢 接下来老师要教大家另外一个解题方法 叫做主旨大义必复现 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先给大家 举中文的例子 我们先把原理给他弄清楚了啊 最近 质朴纯真的藏族小伙丁真 俘获了众多网友们的心 但丁真走红后并没有进入娱乐圈 后面他为家乡 李唐县拍摄了宣传片 为李唐的旅游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什么叫做主旨大义必复现呢 就是同为一段 他讲解的内容 是一样的 所以他会有一些词 反复出现 老师解释清楚吗 同词反复出现 或者是同一复现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这要提大家给老师思考一下 你们觉得哪一个选项 应该作为正确答案 填在这个空格位置呢 死亡二选一是吧 佳琴也说啊 这二选一就没对过 是不是 来老师抓同意上榜了啊 俊林 杨佳 何彦宏 是吧 诗金鱼 佳心 佳颖 春林 舍姐应该是私地选项吗 红爽 新月 新寒 非常棒啊 答案选择的就是私地选项 那咱为啥选私地呢 各位宝子们 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啊 复现了 一模一样的词 叫做礼堂 还同意复现了做贡献 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意思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这要提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的就是私地选项 那么这个逻辑 我们用到刚刚最后不就剩两个选项了吗 我到底应该选哪个呢 我试试呗 这个时候你可以给老师看一眼空格前后句 然后知道他的主旨大义是啥 所以老师跟他说 你可以翻译 但是你的翻译一定是排除掉干扰选项之后的翻译 不是上来之后七个选项挨个去翻译 这样的逻辑就反了 老师说清楚吗 好 那么这个时候给师姐看一下空格前后句 在聊啥呢 空前说 I experienced years of loneliness as a child 作为一个小孩 我经历了多年的孤独 Lonely 这个词大家都认识的对吧 我经历了孤独 后面 他的朋友 取笑他 那取笑他咋地 后面我就不挨个读了 就是你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小时候很孤独 他的朋友取笑他 那么我们看一下C选项和G选项啊 C选项叫做我被邀请和另外一个孩子玩 你看一下符不符合这个主旨 主旨是 他作为孩子被取笑 然后他的朋友取笑他 然后C选项 我被邀请和另外一个小孩玩 G选项叫做我哥哥不想和我玩 Don't bother to play with me 我哥哥不愿意跟我玩 所以C选项和G选项你们说 咱选哪一个 对吧 来老师给大家发学生卡了 一分啊 小小的一分走起来 特别棒 这道题就算有同学给老师做错了 也没关系啊 这毕竟是老师今天带你做的第一个 齐选我 后面的思路咱捋过来就可以了啊 长红爽 好开心的 你开心 舍姐也开心 我看你们这个正确率 我也很开心 来 舍舍收览 3 2 1 聊一下 刘依菲 刘志东 蔡 要曼 来吧 这时候你讲 赵提刚给谁选C选项的同学 你说老师另外一个孩子是个男的呀 放在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前面说孤独 后面说他的朋友取笑他 是不是在都说这个孩子他不受欢迎啊 对不对 然后C选项叫做我被邀请和别人玩 人家都邀请你玩了 你还不跟着玩 完了你说我孤独 那你这不是有点矫情吗 对吧 又不是人家不邀请你 对吧 人家不搭理你 完了你孤独是吧 然后他们取笑你 人家邀请你了 晚你还说你孤独 然后你还说他取笑你 老师姐清楚了吗 所以C选项这个逻辑 放在这个位置 就不符合前后他所讲的主要内容 然后这选项 我哥不爱跟我玩 我哥不跟我玩 然后我孤独啊 然后他的朋友取笑他 他的朋友 我哥的朋友取笑他 行不行 当然行啊 取笑他啥呀 取笑他他得照顾他妹妹 对不对 老师写得清楚了吗 这道题理解了吗 理解了没有问题 平民距离给舌舌刷播数字6 给舌舌刷播数字6啊 所以这道题 咱正确答案选择的就是这个项 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放心 你再把G选项给老师带进去 前面也翻一下 本剧也翻一下 空后剧再翻一下 这样是OK的 但是千万不要拿来所有的选项 咔咔咔一个个的 我往里头去带 如果你词汇量真的足够大 舌舌也就不说啥了 对于咱们来说 现在刚高一 刚处于词汇积累的一个过程 你上来不要这样翻译 OK吗 好了那么这题 我们搞定了啊 接着往下来 下面这道题 大家迅速给老师看一眼 空格后面 你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所有同学不要懒啊 说老师我看我同学敲了啥 比如说看海中敲了什么 我就跟着他敲什么 你一定要给自己思考空间 你看见的是啥 你就给舌舌敲在评论区里啊 我不要看别人理解的好不好 我要看我自己有没有理解舌舌今天讲的内容 非常棒啊 来老师抓宝子上榜了啊 齐凯 7949 冯杰 校名 俊林 非常棒 李世航 英方 君盛 干得漂亮 是吧 心仪 舌姐 我看到了 they 君盛说老师我看到了教育 教育在哪呢 我没有看到教育啊 你看的是空格前是吧 老师看空格后面啊 空格后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they 舌姐前面刚刚给大家讲的 人对人 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对吧 所以既然这个they在这摆着呢 你们要给谁注意啊 他的意思叫做他们 是个代词 说明空格前 一定有 名词 而且得是 复数的形式 你复数得对复数啊 对吧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前面真的有他们出现 就是他 可能放的不是名字复数 他放的还是他们 也有可能会选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迅速给老师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下面的选项里头 可能会选的 有哪些 都给舌姐抓出来 我们不着急作对一道题啊 思路 逻辑 跟着舌姐履对了 可能会选的 有哪些都给舌姐抓出来 来 我抓宝字们上榜了啊 李念恩舌姐 B 冯宇 B F 海中 D F 英方 D F 紫墨 D F 李柯俊 CDF 来 舌姐把CDF都拿出来啊 还有刚刚给舌姐选B的是吧 那就是BCDF呗 好嘞 我带着各位宝字们看一下啊 来 先说啊 先说这个 A选项 啥也没有 对吧 然后 2B选项 老师这有一个孩子们呢 可能会选 留着 对吧 C选项 老师我去看 这有一个Numbers啊 是复数啊 所以我觉得C选项也可能会选的呀 然后再给老师往后看 4D选项 老师这有一个Students啊 复数 留着 然后再往后扫啊 F选项 Teachers 老师是复数 所以F选项也要留着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啊 后面那个30分钟 大家给老师选了吗 这选项是不是也得要人啊 因为它也是名次复数 当然你会发现 老师给大家圈的这里面啊 既有人 又有物 孩子 学生 老师 这就是人 数字50分钟 30分钟 这就是啥 这就是物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要优先给老师判断一下 这个他们到底是指人 还是指物 老师学清楚吗 你看啊 他们担心 家庭作业更轻了 会让孩子们处于劣势当中 那是东西担心吗 所以我们能够确定 这个他们 他到底是人还是物 刘怡飞 非常棒 王思 岩 杨家 舍姐 他一定是人 既然是人 C选项是把干掉了 E选项根本就没有名字 复数 干掉啊 G选项也干掉 所以这道题 符合我们刚刚所选的 既是复数 而且又是人的 就是B D F 同意舍姐的逻辑吗 同意舍姐的逻辑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D BD F给大家留下来 那舍姐 接下来我该选哪个呢 大家先给老师看一眼 空格后面这个句子 它讲的是啥 我们至少现在排掉了 四个干扰选项了 说啥 这四个都不可能 作为正确答案了 我不管你翻译的多好啊 没用 没用 答案就一定是BD F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眼 空格后面句子 和空格前面句子 再跟各位宝子们聊啥 咱可以用主纸 大一必复线去做呀 他们担心 家庭作业更轻了 light 本身不就是轻吗 lighter就更轻了 会让孩子们出于劣势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他是支持孩子有作业 还是不要有作业 一还是二 朱凯逻辑非常棒 没毛病啊 聂心悦一样优秀啊 这个逻辑让你们玩的啊 你俩玩的啊 老棒了啊 特别好 一定是希望孩子们有作业的啊 然后再看一眼空格前面 空格前面说 home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家庭作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什么的一部分 学生受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他也在支持 你们要有家庭作业 你们要有家庭作业哦 所以下面选项当中 咱就应该选一个有家庭作业的 不就完了吗 支持家庭作业的 来 A选项 有一些孩子没有家庭作业 这里头没有男词吧 来 4D选项 大多数的学生需要一些帮助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了啊 后面这个词我不管 反正就是学生需要帮助 最后F选项 一些老师争论到 家庭作业是为了孩子 未来周考试和大学考试做准备的 那你说他们担心 是孩子们担心自己没作业 孩子们担心自己作业少 让自己出于劣势 还是老师担心 你们思考一下 来给大家发学显卡 这道题我给两分 两分 走起 怎么那么棒呢 正确率98% 特别好 你这时候你要闲着没事 老师我要翻译一下是吧 那你就把那个正确的那个选项 你认为正确的那个选项 你一时也带你去翻一下 看他符不符合上下文逻辑 不就完了吗 我快乐都来不及 是吧 玉和说 根本不存在学生担心自己 是吧 没有得业这事 是吧 来谁准备收了啊 3 2 1 表演一下 格宇晨 孟昕 朱天怡 特别的优秀 你看你们都感冲神兽了 是吧 这事应该谁表单 担心呢 老师比较担心 A 先说2B选项 肯定不能选 因为我们就是在提倡 要有作业这事 然后他说的是没作业 完全不符合我们这段的主旨 然后4D选项 叫大多数学生是需要帮助的 然后他们担心 如果他们真的是担心 这个他们指代的是这些学生 你会发现啊 在这个位置 他就不会用T字了 他就应该说 他们担心 这会让他们自己处于励势 老师跟大家说 这个代词 你们可能还没学呢 但是老师在这里 可以提前跟各位宝子们说一下啊 当 主语 和 宾语 同源 的时候 什么叫做同源呢 就是一样 就是主语是我 宾语也是我 那我的 我所选的那个宾语啊 就应该要用反身代词了 老师 什么是反身 反到我身上 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 谁谁谁 自己 就是这样的词 老师解决了吗 当主语和宾语同源的时候 我们会要用反身代词 比如说 我教我自己学英语 I teach 我不能说成 I teach me 英语 我这么说是不对的 你这个句子当中 你的主语 和你的宾语 是一样的 你的宾语 就应该用反身代词 所以如果这道题 是个改错题 me应该改成什么 告诉舍姐 me应该改成什么 me肯定是错的 我教我自己学英语 me应该改成什么 特别好 反身代词 我的反身代词是啥 来 上吧 舍姐 myself 优秀 所以这个位置 你应该给舍姐改成myself 才对 那同理 我们回到啊 刚刚 你们先把这页 给舍姐截个屏 拜词你们还没有学呢 先给舍姐截个屏 三 二 一 所以回头刚刚说这道题 如果这个他们 真的是指那些孩子 真的是指那些 这个kids 本身 那他这个位置 你后面就不能用kids了 你就应该用啥 themselves 他们自己 他们担心 他们自己会怎么样 老实讲清楚了吗 所以这道题 最重要的答案 你才选的是F 你这时候如果 我放心 你再把F选择给我翻一下 家庭作业是学生教育的重要一部分 一些老师争论到 家庭作业会为孩子 未来的周考试 以及大学考试 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们很担心 家庭作业如果变得轻了 少了 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劣势当中 就是不能够及时巩固 巩固 那未来成绩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逻辑通了吗 来这道题听懂了 没有问题了 懂了赞 给舍姐刷起来 懂了赞 给舍姐刷起来 你看 诗金鱼非常棒 主兵一致 用反身 等老师给大家讲代词的时候 我是这么说的 主兵一致 要翻身 主兵一致 要翻身 主兵一致 主兵和兵鱼都一致了 翻身能不能把歌唱 大家意见一致 来咱反了 特别棒 优秀 永恒老师 那Kids 他还同词浮现了呢 是不是 这个时候会发现 这题选他 绝对百分之百 没毛病 老师姐清楚了吗 好了 那么这道题 给各位宝女们搞定了 各位宝女们 再接着往下来 告诉我 空格后面看见什么了 空格后面看见什么了 亚伯老师 我去抓小孩回来了 你看老师们 为了抓你们上课 多么认真负责 特别好 来 我要把弹幕打开了 各位宝子们 应该都能看见 其他同学敲的 弹幕应该看到 各个班级的都能看到 就不止自己班级的 空格后面出现了一个 那是他们呢 那按照谁给大家讲呢 那个他们在这处着呢 说明你空格前应该有 空格前这个句子 应该有名词复述 或者是真的有他们出现 他才符合逻辑 对不对 你给舍姐扫下边的选项 不要给我从头到尾翻译 谁给舍姐从头到尾翻译 你的大腿根 我也掐 你的大脸蛋 我也掐你 就直接扫选项 告诉我答案可能会选哪些 都给舍姐抓出来 可能会选的都抓出来 别着急去选正确答案 只要逻辑没问题 你想做对题 很容易 特别好 这都是谁的学生 这都是谁的孩子 夏赛阳 舍姐 D和E 罗音芳 舍姐 我觉得是E和G 来 D E G 只要我看见你们敲的 我都给你们列上来 咱起那个 取拳击 来吧 基本拳了 D1G 来 老师一个个带大家看一下 先说4D选项 这有一个名词复述 Ghost 看见了吗 4D可以的 然后E选项 老师 这有一个他们 A可以的 那G选项 你给舍姐看见哪个了 你说老师 我看见了 You You不算 你们 他们 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门 老师姐是轻松了 然后包括 前面老师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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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self 这都是你 这和他们没关系 一个是第二人称 一个是第三人称 扯不到一起去 所以这道题 我们要是选的话 答案只有两个 要么就是私立选项 要么就是E选项 直接干掉 5个错误选项 别同学 7个选1个 老师跟大家说 这时候肯定 坑是白裂的 你同学翻译到2B选项了 你直接把5个全都干掉了 别同学7选1 咱直接2选1 说10点呀 完了 又来到那个死亡2选1了 那接下来 我应该怎么做呢 什么 一到死亡2选1 我就会做错 来 老师提示一下 各位同学们 你们给老师看空格后面 在这里出现一个单词 就是also 我要问一下 各位宝字们 also什么意思 可以你们去给我敲出来 我要汉语 我要汉语 我要中文 是吧 谁要告诉舍姐 我不知道啊 舍姐真的要吊打你了啊 给你吊过来啊 打你的大脸蛋子啊 特别棒啊 舍姐它是也的意思 优秀 好 那大家现在给老师 思考一个问题啊 什么情况下 我们汉语当中会用也 舍姐漂亮 佳颖说 我也漂亮 为什么会出现汉语也呢 因为这两个句子当中 都有一样的漂亮出现 它才会也 否则它自己在这 它跟谁俩也呀 这个逻辑大家同意吗 来 同意的话 评论区里给我敲同意二字 它得是并列关系 李心仪 我跟你说 咱们班同学这个逻辑 真的特别棒啊 非常好 太优秀了啊 这个逻辑啊 必须跟上舍姐的节奏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给老师看一眼 私地选项 我就先不说别的 你们思考一下 这要提选啥 我这后边 我在这跟你一眼呢 然后你前面 我不说了 来 我给大家发个选项卡 不能再说了 再说了答案都出来了 两份走起 漂亮 但是谁给舍姐选错了 能当脸蛋 你赶紧给我 给舍姐送过来 下去 一会儿课程结束了 找福道老师 要今天 舍姐给大家准备的 空白课件 思路再给舍姐捋一遍 拿到这一题之后 你看到的是啥 再翻到下一页 看跟舍姐的逻辑 是不是一致的 这方法好神了 你看 带死你们都会 但是你就从来 没有想过 带死还能帮我解 齐全五呢 对不对 舍姐告诉你 完全可以 三 二 一 收了 表演一下 江英凯 还有唐亦菲 王军胜 特别棒 老师先说一下 给老师选四地选项 同学 大脸蛋 给舍姐掐起来 四地选项 莫为是问号 问号 我前面是个问句 我后面跟他也 怎么也呀 你也也行 但是你后面这个句子 你是不是也得是个问号 要不然你俩怎么也 要并列不并列 那怎么也 谁也说清楚了吗 所以这套题 如果让我选 我一定选择一 我不选择四地选项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好 那么这套题 我们暂时确定 老师答案选一 那我也不能百分之百 老师答案一就对啊 咱得看一下 咱得验证一下 而为大家说 做题 你要给舍姐做到谨慎 就是前面 我其实我是排掉了地 但是一 是不是最终答案 一定要给舍姐好好看一眼 我们希望这道题 我们希望这道题 正确率百分之百 能给舍姐拿到 不要说老师 那个行吧 就选完就走人吧 别这样 咱刚学七选五 不要这么浮躁 also是也的意思 你看这 前面说他们 一选项 放的也是他们 咱们看OK不 他们能够根据环境去改变 后面 他们也需要被测量 逻辑暂时是OK的 对吧 然后大家前面听老师给大家讲人对人物对物 担负对担负 我们大多数是看的空格后面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道题选项里头 也出现了they 代词 那既然它是符合语言逻辑的 我不管你出现在哪 你的指代都应该是正确了 所以如果一选项真的作为我们的正确答案 各位报子们 那说明空格前的句子应该有名词复述 名词复述 或者真的有他们出现 你给舍姐往前看 你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评论区里给我刷过数字一 你找到了吧 找到了评论区里给舍姐刷过数字一 找到了是吧 在哪呢 这不这呢吧 是不对应上了 这个时候你再把一选项给舍姐带进去翻一下 看它符不符合逻辑 记得目标是要有弹性的 目标是要灵活的 它们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就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 你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高了 对吧 然后它们也是能够被测量的 你的目标就是可以量化的 比如说我今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要把舍姐讲的七选五的这个题 我思路都捋一遍 这就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对吧 然后我明天我要把舍姐讲的这个 七选五的方法 应用到我自己的题目当中 这也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 老师解释清楚了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啊 舍姐大家讲解完了 完全符合我们的这个解题逻辑 第一个逻辑用的是空后的 第二个逻辑我们用的是also这个单词 第三个逻辑我们用的是 选项的 我们最后舍姐为了让你踏实 我才把这个选项给你带进去翻译的 老师解释了吗 好 那么这道题给各位宝斯们讲解完了 接下来舍姐要给大家讲解这个单词 Flexible Flexible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灵活的 Flex这个单词 它就是弯曲的 弯曲的 你就看那个X吧 就通通交叉了 是吧 弯曲的 然后Ible和那个Able意思是一样的 叫做能够的意思 能够弯曲的 那它的意思就叫做灵活的 来给舍姐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走一波 数字2 截屏给我走过数字2啊 朱凯咋的了 太卡了今天是吗 好的 那么是接着带大家做题咯 这道题大家迅速给老师看一眼 空格后面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了 平面区里给我敲出来 把你看到的给我敲出来 特别好啊 我只要你看到的 不要你复制粘贴别人的啊 你一定要自己加深一下印象 感的漂亮 来我把弹幕打开 我看到好多东西 我看到了she 舍姐我看到了she啊 除了她之外还有吗 除了她之外还有吗 she often read them stories based on a culture photo she是吧 优秀来 一星会非常棒 卡卡干得漂亮啊 雨晨 红爽 杨佳 舍姐我还看到了 怎么那么棒啊 看见了吗 说明啊 咱所选的这个选项 得有一个女的 还得有她们出现 老师姐清楚吗 你这两个你必须要都给舍姐满足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迅速扫一眼下面啊 一个女的 可能是一个人名 单数啊 名词单数 或者真的是有她出现 然后这个dom在这摆着 那就说明有名词负数出现 或者真的是有她们出现 对不对 来扫一眼下面选项 扫一眼下面选项 咱们所选的这个选项里头 既有应该 既有单 又有负 如果只有单 他能对不 他不能 只有负能对不 也不能 必须同时满足 有单还有负 有单还有负 你觉得可能会选的 你给舍姐都抓出来啊 你觉得可能会选的 你都给舍姐抓出来啊 我看到有A 有B 有F 欣慧说老师 我觉得E也是OK的 A B E F 我看到了啊 这个 英方说了 设定我觉得D也是OK的 A B D F 来 谁也带各位宝子们 咱一个一个找一下啊 先说A选项 一个学生 可以吧 这里头有没有负数 光有一个单数 有没有负数 没有 老师解决了吗 能选不 A选项直接排掉了 刚刚给老师选A的 咱只看了单数 我们这里头没有负数 然后2B选项 A teacher 是单数 有没有负数呢 Students 是负数 所以2B选项 确实可以选 C选项 老师 你看这不有负数吗 这不有负数吗 单数呢 单数老师 你看one way啊 这个单数 它能是个人吗 这是个诗意啊 老师解清楚了吗 你这个authors 你要是真拿它 当那个负数啊 你这也是单数 它来对应不上 所以C选项 能不能选 也不可以 然后来到4D选项 cultures 是负数了 那单数呢 你说老师 这不是A什么单数吗 这叫一个小组 你怎么能用诗意来指代呢 老师解清楚了吗 4D选项 能不能选 它不能选 来 再说E选项 cultures 负数是有了 单数呢 老师 你 你能是他吗 其他的人 能是C吗 people叫做人们 来F选项 a person 老师这个一个人 很有可能是单数 对不对 那负数 programs 好像也可以 而且这有个H F选项 好像是行的 D和E 咱都滑掉了 到G选项 老师这有一个 an什么 appreciation 谁给大家讲过 它的意思叫感谢 它不是人 然后到这 quartures 是负数 老师这还有一个 person 它可能是人 行 老师把可能会选的 我给各位宝子们 都留下 都留下 但是完全符合咱 既有单又有负的 你给舍姐扫一眼 你给舍姐扫一眼 你说老师 这一选项 这个有负 这一选项是OK的 除了它之外呢 老师 这个F也是OK的 是吧 但是你看啊 这说的是 它通常会给他们读故事 它是个人 它得是个人 给他们股数 你说老师 那我也可以 给小花读故事啊 是不是也行 如果大家真的觉得 这个是OK的啊 老师 我也觉得它推不出来 没关系 大家现在给老师 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啊 舍姐教大家一招 这一招 未来咱们会详细的学 这节课 你先跟上舍姐的逻辑 就OK了 你们看 这是什么符号 什么标演符号 评论确定给我敲出来 我要中文 我要中文 我就算你们不能确定 这个DUM到底是指人还是指物 舍姐这道题 我也能给你们解释明白 特别棒 什么标点符号 逗号 特别棒 For example 我跟大家说 你们都不用看了 都不用看 逗号的话 就说明从这个位置 空格位置 一直到最后 它得是一个句子 对不对 好 一个句子啊 大家给老师看清楚了 这儿 是不是未语啊 谁之前有给大家讲过 我说有实态 完整实态结构的 它就是个未语 好 这确定是一个未语动词了 下面的句子当中 全有未语 Wants Wish Is Benefits Can Is 全有未语 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宝字们 我不管选哪一句 放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 这个句子 它都是俩未语 那么老师现在想要问 各位宝字们了 当这个句子 有两个未语动词的时候 句子当中 必须有一个什么 平民俱乐部敲出来 当一个句子 有两个未语动词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要把弹幕打开 特别漂亮 真的 舍姐爱死你们了 你们真的把舍姐的 这个课都给我好好听了 你们今天才能回答出 这三个字 极其优秀 太开心了 舍姐 必须要有连接词啊 你们说的太对了 就必须得有连接词啊 所以下面选项当中 咱必须得有一个连接词的 选项有哪些 有哪些 你告诉舍姐 大树叉 舍姐 不管是新生 还是老生 舍姐所有的课程 第一节课 我都在你们心里 种了一棵树 那棵树必须要 给舍姐留住了啊 特别棒 你看 这说话 这底气啊 明英 AB 杨家 就A和B 沈俊南 宇轩 特别棒啊 优秀 冯宇 黄岐凯 舍姐 AB 你们怎么那么棒啊 是不是就A和B了啊 其他的他都不配 是吧 你把它给我翻译的再咋低 他都不行 因为其他的根本就没有连接词 有连接词的就A和B 那老师觉得其他选项 你根本就不用看了 不用理他 我现在我都不用管你这个 那是人还是误了 就A和B A选项里头只有C 没有的 你说这套题答案选啥 你说答案选啥 我就不给你们发选项卡了 这套题答案就只有一个 就是RB选项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再给舍姐把这个意思给我带进去翻译一下 你看它符不符合逻辑 对不对 当一个老师 希望让他的学生 expose这个单词 暴露 所以给大家写一下啊 当这个老师 希望他的学生暴露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之下的时候 他是 他就会给他们读故事 基于这个文化 老师姐听什么吗 逻辑通不通 答案选的是不是RB选项 来评论区里 我走一波 你同学咋做呢 那家伙从头到尾翻译 你也会发现后面那几个选项 那都省出两行了 多长啊 你是不是给舍姐选出来的一句 你翻译了吗 我翻译了呀 我只是翻译了 我觉得可能是正确答案的那个选项 我没有选项挨个儿往去带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好 这道题的思路 我再带着各位同学 捋一遍啊 思路再捋一遍 我们先上来看到了一个 she 女的还有一个名词服数 然后我排掉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老师 有好多都有一个人 还有服数的 怎么办 老师让大家心中种下的那棵树 去给老师判断 你这个句子已经有一个位语了 下面随便任何一个句子 它都有位语 当这个句子有两个位语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连接词 有连接词的只有A和B A选项里头只有单数没有服数 所以不符合答案就只剩2B了 老师学清楚了吗 这道题可以过掉了吗 好来可以过掉了 来告诉我 评论区里我走一步 pass 过 是不是做题的这个底气都回来了 这题新题型 你同学给我做 那就是空格前翻译 空格后翻译 选项挨个去翻译 这题全都给我作废了 白虾这新题型了 白虾出题老师给你埋的这么多线索 所以这道题几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 she 第二个逻辑 dum 第三个逻辑 doh 看见了吗 第四个逻辑我们才看的主旨 文化文化的 看见了吗 所以老跟大家说啊 七选五 它是一个拼图逻辑 就是初题老师 他一定会给各位宝字们买很多线索 暗示你知道题 宝字们答案选B哦 你说老师 那初题老师咋那么好呢 是因为考试当中 我们的考试说明就是这么要求的 让大家用逻辑去解决问题 那怎么能让大家知道逻辑问题呢 那我不埋逻辑 你怎么能知道呢 所以初题老师势必会给各位同学们埋逻辑的 而如果你不懂 你就是翻译 如果你懂 你会发现过这个老师这提出的特别巧妙 OK了吗 那这是老师给大家讲的 人称代词的啊 帮我们写题的这个逻辑 人对人物对物 担负对担负 主旨大一比不限 而且老师在这里还有那个大数 我给大家说了 位语动词的个数 等于连接词的个数在一 你位语动词有几个 你是不是有两个 对不对 那你连接词的个数就应该有几个 哎 有一个 老师尽用了吧 好 这一页给世界迅速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走过数字一 我一紧张就会忘啊 没关系 慢慢来 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题 而且你也从来没有做过七选五的题 咱一点点来 舍姐不指望的说 哎 老师这些课我学完之后 我这个七选五 我下去做题 我立马就无敌了 我看见它 我立马就能反应过来了 不可能 所以大家下去之后 把老师要求各位宝贝 必须给我熟悉的一个单词 给我刻在你的BNA里 你看见它 你就能给我反应出来 慢慢的就把你这个逻辑给你捋过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实际上要给大家讲 只是代词了 还是用咱学的这个课文 这课文里头真的给大家埋着逻辑呢 这不要让它浪费了 这个逻辑老师再给大家赶上七选五的题目 刚刚不是反从它的胯下吗 是不是用它解个题啊 哎 现在咱不用它了 我用啥呢 我用 我用 那茶 那茶 那个茶 哈哈哈哈 那个茶 是吧 那个茶 是哪个茶呀 你要是直接在这个位置给我放那个茶 读者就懵了 你前文一定是有提到过一个茶 你后面才能知道是 人家说的是哪个茶呀 老师记得清楚了吗 所以咱们这个选项里头 有一定有提过一个茶 老师记得清楚了吗 来 评论区里告诉我哪个是答案 哪个是答案 你们感觉是哪个 哎 就这一中文谁要给我选错了啊 这舍姐真实呢 大脸蛋都给你掐起来 两个手一起上了啊 特别棒 来 大幕打开 舍姐这道题 必答 是一样 那确实是啊 什么像一只狗进一词区 像一个西瓜 像一个沙地 然后跟大家说 这下面的什么狗 西瓜 沙地 圆月 大海 少年 茶 无论是在原文 还是在图里头 都有出现 所以大家在给老师做715的时候 不要说老师上来 我就选一个 这个整个这个段落里有的这个词 不要这么做啊 我从来没有让你们这么做过题 老师是用让你去逻辑 锁定答案 然后咱再主旨答一必复线 只有这选项里头 有那一个茶 所以这要提 咱正确答案选择的就是这选项 像一批茶进一词区 然后那茶 你才能对上 那在汉语当中 那茶 叫做那个茶 切换成英语的这个逻辑 答案给的好恶毒 都是我编的 这里都是我编的 来 这一页给世界截屏 给我截屏 全是我编的 我就会看到 这课本里都出现了啥 这图里都出现了啥 我就在那编 如果空格后出现了 this that these those this的负数不就是these吗 that的负数不就是those吗 那就说明我们所选的这个答案里头 就应该有相应的单身的数的人或者是物 负数的人或者是物 你就看你这个this和that 或者是these和those 后面只待的是啥呗 老师就要清楚了吧 他也属于我们人对人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就有同学啊 听老师的这个体验课的时候 说老师 我听过你这个人对人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我知道 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细 老师只给自己的法文课的学生 讲的这么细 这里头 既涉及到了人称代词 也涉及到了指示代词 咱们班的同学必须要给老师知道 给我截屏 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刷播 数字3 截屏刷播数字3 好嘞 我做题了 来 给老师看 就你同学啊 这道题拿到 我跟你说 我都没猜到他干啥呢 上来空格前线翻一下 来空格后翻一下 学校咔咔咔咔 给我往里头带 你现在给老师看空格后面 你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 评论区都给我敲出来 不要嫌麻烦啊 说舍姐我就看别人敲步的 你得给我参议训栏啊 必须给舍姐参训训栏 你看见什么了给我敲出来 特别好 是舍姐的学生是吧 特别棒啊 来 舍姐抓宝字们上榜了啊 七九四九 李家梦 爱家姨 泡沫 舍姐我看到了 this 笑状 舍姐 this 赛阳 this 优秀 特别好 这些 后面出现的是这些啥 these places 这些地方 和中文的逻辑是一样的 你这些地方是哪些地方啊 你前文一定有提到过 否则我后面读者读到的时候 就蒙圈了 了解 清楚吗 那下面选项当中哪一个有这些地方出现过呢 来给舍姐选一下 我给大家发选项卡 答案直接出了 直接出啊 两分这条题 我给各位宝字们敬言啊 评论区里不要给我发答案 给舍姐自己好好看这题 告诉我答案选什么啊 答案完评论区里只有66啊 评论区里只有666 特别好 谁家老开心了 这跟大家说 你们看啊 这道题的题源是哪 19年全国一卷的高考真题 考试题它就是这么考的 考试题它就是这么考的 对吧 这道题你们要能作对啊 你们可作对的是高考题 一叶宝子们 来 舍姐准备收了啊 3 2 1 收了 表演一下赵金月 陆新一 陈思涵 特别棒 选项里必须有一些地方出现 你给老师挨个扫下面的选项 你告诉我 一些地方在哪呢 老人的C选项 你看 in nature 大自然 大自然是一些地方吗 没有吧 下面选项里 是不是只有这个G选项有 叫做Healing Gardens Garden加S了 是不是复数 所以这道题你不给舍姐选他选啥吗 这道题你同学正时候 可能翻译到2B选项了 你答案直接选完了 选G选项 可以给舍姐走人了 舍姐那我不放心呢啊 不放心你 这时候你给舍姐是吧 用我给你大家讲的 主旨大一必复现 你给我验证一下 你看不就完了吗 来你看你前面 叫做什么 Natural World and Healing 治愈 治愈 对应上没 除此之外 这个句子里还有啥 Recovery Recovery 对应上没 然后你还不放心 你就把这眼像 你给老大一面翻译一下 不就得了吗 最近人们开始研究 这个联系 什么联系呢 大自然和治愈之间的 这个关系 整个这个国家啊 恢复中心 他们已经开始建立 治愈花园 全国各地啊 已经建立这种治愈花园 在这些地方 病人能够接近大自然 在他们的恢复期间 逻辑接上了吗 来接上了吗 接上了来评论区里 没毛病 给舍姐666敲起来 没毛病 666给舍姐敲起来啊 行贿 6 特别好啊 来舍姐再给大家讲解一个词 这个词我讲解完之后 我们在下课休息啊 Recover Cover这个单词 本身 它的意思啊 动词叫做覆盖 覆盖 re这个前缀 舍姐之前有给大家讲过 它表示在意右衣 比如说写啊 write 重写 rewrite 对吧 在意右衣 然后这本身 Cover是覆盖 又覆盖上了吗 比如说啊 你把你的 剥了盖 卡秃了皮 老师你说的是啥 是吧 我说的都没法 把你的膝盖卡坏了 就是剥了盖 卡秃了皮了 是吧 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伤口了 是吧 有伤口了 你再一次把这伤口 给我覆盖上 是不是就长好了 长好了 那不就是恢复了吗 谁也解释清楚了吗 我解释清楚了吗 来这也给我截屏 我再说一下啊 当你在马路牙子上 是吧 把你的剥了盖 卡秃了皮了 就出现伤口了 这个伤口 给它再覆盖上 再给它盖上 就截了一个 硬的截颊嘛 是吧 那就说明啥 说不说恢复了呀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道题 给各位宝兹们讲完了 我们先课间 稍微休息一下啊 我说师姐回来 继续给大家进行相机 然后课间呢 师姐提一个要求啊 我先记个十啊 提个要求 就是没有给舍姐进行 那个单词阶段测的同学 一定下去之后 给舍姐进行阶段测的 这个打卡 识别二维码 那舍姐说了啊 咱们这个万词王 积分赛 如果继续 这是第一次阶段测 检验一下自己这一段时间 背单词的情况 你不要指望 说舍姐 那个我不想背单词 我就想跟你学方法啊 能不能行 不行 方法讲完之后 我要你验证的时候 那个句子难道你不翻译吗 你是不是还得给舍姐 把那一个句子翻译一下 本来不全翻译 但是那个句子里面的一些 关键词 如果你认识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百分之百 踏踏实实的选择那个 给我转头 走人 做下一题 如果你不给老师背单词 老师跟他说 这题即使舍姐让你选对了 你有种感觉就是 我心里不踏实啊 那不踏实咋整 我想翻译这个句子 这句子词 我又不认识 选对了 心里有哆嗦 但是如果你把词 给舍姐搞定了 逻辑你知道了 现在就锁定这一句了 你一看这词 老师我认识 逻辑一模一样的 大家选它 百分之百确定 选它都走了 所以如果还没有给老师 进行阶段测的同学 一定把单词件事件 给舍姐抓起来 OK吗 然后这课间呢 舍姐还要表扬一下 咱们的同学 咱们的同学 秀霞班的 学育同学 月考考了132 年级第一 年级第一 特别棒啊 然后还有 填子班的 书贤 填子班的同学 在不在 报喜了 月考分数106 满分是150 学校排名2000多人 排了506 非常棒 感动住了 初中从来都没有考过这么高 是吧 初中没有考过这么高 再来继续 填子班呢 王瑞元 感觉特别有用 就这一节课 这个月考 月读理解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正确率很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老师 这个课程给老师 消化掉 按照师傅这个要求 然后我还要说一下 填子班今天这个 反馈特别多 老师 我月考125.5 总排名第七 年级11 新语 新语在了吗 新语在不在 是吧 刚 刚第一次月考啊 直接冲到120分以上 特别的棒啊 然后还有 舍姐 我的这个月考成绩 出来了 天子班的 黄雨昕 雨昕在不在啊 作文满分25 因为国庆看了 舍姐讲的建议信 所以写的特别好 你们猜 她考了到2分 写作这一板块 25分嘛 她拿了23分 考的就是建议信 刚刚大家在评讯 也给舍姐汇报好成绩了啊 然后舍姐看了一下 其他这个分数啊 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然后 她和天子老师 反馈的时候也说啊 阅读拖后腿了 那阅读 为什么拖后腿呢 就有一些生词 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是不同的写法 就没有认出来 所以选错了 所以舍姐 之前给大家讲 我说这个汉语 一共高考考几个中文 考几个英语 我有时候让你们记四个 有时候让你记三个 你们还记得吗 一定要给舍姐积累起来 OK吗 单词的问题好解决 我只需要现在按照舍姐的要求 我去背就好了 老师说清楚了吗 嗯 朱凯珠老师 我报个U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然后还有呢 就是 她的这个顽形 问题也比较大 顽形是15个 对了8个 也就是说 对了一半 如果完形是按照 初中的这个方法 看到认识的固定短语 和固定搭配 就直接选了 然后跟大家说 完形确实是 大家的一个主要问题 然后 如果是暑假的时候 跟着舍姐就听课了的话 大家应该还记得 完形 咱们只讲了名词 这个词性 其他的词性 还没有讲呢 所以各位同学 不要太担心 完形这个板块 后面的课程当中 老师也给大家安排了完形 陆续会给大家上来 陆续会给大家上来 所以如果前面 说老师 我完形没学吧 然后这个板块分数 那个也没抓住啊 没关系 咱慢慢来 天翔说 老师 满分20 我拿了16啊 相当可以啊 特别棒啊 来 阅读错了一半 语尘啊 没关系啊 咱们阅读的方法 也是刚给各位同学们上啊 后面还有很多的方法呢 考了介绍性 介绍性 咱马上就要讲了啊 阅读理解 总共就错了两个啊 可是作文没写完 所以严林接来需要提的 就是你的阅读速度 先保证正确率啊 然后把这个阅读速度 给老师提上来 然后后面的那个作文 作文一共占了40份呢 啊 所以咱们刚开始第一次月考 一定是相当于磨合一下啊 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没关系 从这次考试当中 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我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接下来在学习的时候 我要把重点放在这个板块上 然后课间呢 还有同学给老师准备了这个才艺 这个才艺非常的独特啊 金文老师班呢 Candice啊 Candice准备的是书法 你们看一下啊 她写的特别漂亮啊 包括她的中文写的也很漂亮啊 所以必须要表演一下Candice啊 然后后面呢 是咱们名单老师班呢 石文庆啊 准备了一首歌啊 老师给大家播放一下 然后老师上个厕所 马上就回来啊 回来咱们继续讲解 这一秒小一半的心跳 只有你能够明了 你的眼睛 小星星引在我 越困难又 提出写你的手情 把呼吸 如此像你 你这次採取了 最后的星星 那么幸运 这一秒小 迷环的味道 是你给我一须逃 迷环的尝隐 像还到 微风暖了微让 里边写定 你的心 会会涨性 使得真能 像帝力去 每个天命 大眼飞行 猜得那时 恰不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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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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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叫做遇见的加名 前面要找这类名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个的 这不就是的次第吗 我给它改成了 我给它改成英语 你这个次第是哪个次第啊 你前文一定有提过我次第 然后你后面才能说这次第 要不上读者就蒙了哪个次第啊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理解老师一个点了吗 所以既然你是这次第在这摆着 你去前文给老师找 就应该找 这一类的名词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来这一页给我截评 给我截评 让我给翻译一下 翻译这个文言文吗 理性照照的贼好看是吧 正好刚学完 咱就可以用了 这里头还有英语逻辑呢 是不是 你同学能知道吗 那不知道 你知道吗 知道了吗 我不仅学了中文 连英语他都埋的逻辑 我也知道了啊 好嘞 来各位宝子们 舍姐准备 让各位同学们做题了啊 来 给我看空格后面 告诉舍姐你看见什么了 有的 有的找钱 同类名 萧仲强 你怎么那么棒啊 告诉舍姐 空格后面你看见啥了 弹幕打开 非常蛇画的宝 特别棒 舍姐我看到了 the plan啊 来抓宝子们上榜 张家寒 6826 侯一帆 还有聂 新月 王美若 孝壮 新韩 怎么那么棒啊 舍姐你看 那空格后面不是出现了the plan吗 啥意思啊 叫做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是哪个计划呀 说明空格前面这个位置 就应该有一个计划出现过 否则我这个计划跟谁俩这个呢 老师就有兴了吗 那么下面选项当中 哪一个有呢 来 我要禁言了 我要禁言了啊 给大家发选拳卡 走起 打完了 评论区里只有66 不考翻译 现在只考演绎 考语言逻辑 想翻译可以 排除掉干扰选项之后的那个翻译 是OK的 贼吧 这都贼的宝子们 是吧 哎呀海中了啊 特别好 那这道题要是给舍姐选错了啊 舍姐真的是要建议去换个眼镜了 舍姐我没眼镜啊 那是不是近日了 是不是草率了 是不是 佳颖完了 是吧 王倩我点错了 是吧 你都气死舍姐了你啊 你啊 你们俩 来舍姐准备说了 3 2 1 表演一下 刘云贤 刘云贤 夏赛阳 魏玉航 来吧 有多少学生给舍姐选择了2B选项啊 是谁 是谁 舍姐你 嚇得我 快把眼角磨捐了吧 你太可爱了 杨家啊 为什么给舍姐选择2B选项啊 说老师你看这俩长得不一样吗 因为舍姐所以让你去配眼镜啊 你检查一下度数了 这俩是一个单词呢 Plant这个单词 老师跟他说啊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种植 Plant这个单词 它叫做计划 计划 他俩长得根本就不一样 这个是有T 这个没有 就是像 但不是一个词 老师说清楚了吗 所以2B选项你给舍姐选了 舍姐原谅你啊 起码他俩长得像 你是这么选出来 你知道要去找这样的单词 但是跑偏了 正确答案 选择的只有次第选项 他俩才能对上 他俩才是一样的单词 老师解释了吗 答案选私底选项 来走人 不行 舍姐说了 我们就算能确定答案选私底 你也要给舍姐验证一下 看他符不符合我们上下文的这个逻辑 我要百分之百做对照题 所以这个时候啊 大家给老师看一眼 空格前和空格后啊 用方法直接排掉了六个干扰选项 就你同学 不管答的多好的啊 那个成绩有多高的 但是料有多大的 给我翻一出花 也不可能作为正确答案那六个 不可能 不符合言逻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眼空格前后的这个句子啊 Destoying 毁了森林 是很容易的 但是rebuilding 建立 rebuild 重新建立 重建 真的挺难的 所以 逻辑接受没 逻辑接受没 一个好的计划 被需要 来让reforestation forest reforestation 叫做森林 重建 所以一个好的计划 被需要 来让森林 重建 成功 那么这个计划 就必须得包含 精确的植物和树之间的这个空间 逻辑接没接上 服了不 来服了 评论序里给我走一步 服了 逻辑搞定了没 俊美 真的服了 是吧 nice 是吧 想复现 有复现 因此逻辑 能不能接上 能接上 你不是想让他成功吗 你成功 你这个计划 就必须得咋咋地 逻辑完全可以 老实学习了吗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讲这个单词 叫做accurate accurate 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精确的 准确的 这个单词怎么背 我要告诉大家 ac 这个单词 它代表的是朝向的意思 朝着什么方向 朝向 然后这个cure curate 这个单词 老实解释一下 它其实是从care 这个单词过来的 care这个单词 就是关心的意思 用心 去朝着它 就关心它 朝着那一个方向 我就关心它 所以它的意思叫做 精确的 准确的 你的关心 投放的 一定要精准 朝着那一个方向 我就关心它 是吧 所以它的意思叫做 精确的 准确的 这个单词 这个汉语意思 考试还考各位同学们 其他单词呢 所以把这里给到各位同学们 exact 还有precise 老师不要求各位同学们 这节课把它的拼读 给我背下来 但是你起码见到它之后 你能反映出来 它的汉语是啥 因为阅读理解 同一题换会考 这个单词怎么背啊 ex这个前端是给大家讲过 它是不是向外的意思 向外啊 然后act这个单词 它本意是行动的意思 向外行动 把你内心的想法 向外给我实施出来 照葫芦画瓢是吧 你的行动要是吧 向外实施出来 那你是不是得跟内心保持一致啊 所以它的意思叫做精确的准确的 还有再说这个precise pre这个单词 它的意思叫提前 老师给大家讲过啊 提前 然后size这个单词 它是从那个cut那个单词过来的 提前砍掉 有什么意思啊 提前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删掉 没用的信息给它删了 把阅读当中提前啊 给它卡掉一些没有用的 那你最后留下的那个信息 才是精确的准确的 能给舌舌背下来不 背单词背到了是吧 特别好 来这页给舌舌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刷一波 老师帮我搭 再强调一下啊 朝着那一个方向关心 我就关心它是吧 精准的投放你的关心 向外行动出来 把你内心的想法 向外精准的实施出来 精确的准备了 然后这提前把那些没有用的信息 卡都给它砍掉 留下的就是最精确的最准确的 搞定了啊 接着往下来做提劳了 下面这要提告诉我 看见啥了 评论区里给我敲出来 你看见什么了 什么入了你的眼 特别好 来 你好 孝壮 冬立 游秀 星辉 孟昕 9185 俊豪 来弹幕打开 你看咱班同学 这叫齐刷拉 这个舍姐瞧啊 我要的就是大家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份 舍姐我看到了 那不是处着一个叫concert吗 老师带词啥玩意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也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按照谁给大家说的 你不是遇见自家名了吗 那你前面你就应该去找这一类名词啊 你这个学习所选的这个选项里头 是不是就应该有concert出现 啥也不说了 静言了 静言了啊 来 唇考眼神呢啊 宝子们 赶紧齐瓜给谁选出来 特别好 达版的同学评论区里6666 给谁刷起来就好吧 啊 有秀 那是谁给谁也错了呢 那脸蛋呢 赶紧给我自行掐起来啊 留他过年吗 特别好 非常开心啊 来 谁也准备收了啊 5 4 3 2 1 收了 比方一下 燕红文 燕宇蒙 啊 廖 sorry 廖文宏 廖宇蒙 还有田于凯 诶 你们俩认识不 两个料性的啊 来吧 既然选项当中要有concert这个单词出现 那么选项里头 他只有这一选项有concert这个单词 大家看见了吗 而且这道题我跟大家说啊 各位宝子们 这可是浙江的高考真题 你们都能给我做对了现在 逻辑就在这摆着呢 看见没 老师姐有清楚吗 所以答案你就给我选择这一选项就完了 啊 然后老师再说一下哈 这道题其实可以直接一选一选完就走人 但是按照实际给大家说的啊 我们这个逻辑 你必须给实际拿捏的死死的 我就百分之百确定答案选择就是他 我给大家按出来 第一个逻辑就是给大家的是 那加这个名词 你给我确定是他 然后接下来大家再给老师思考一下 你看这一选项 如果真的作为我们的正确答案 这选项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单词叫做day 实际前面刚给大家讲解的那个方法 你们还记得吗 人对人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对不对 你他们在这摆着呢 就说明你空格前应该有名词复述 或者是啥 真的有他们出现过 你告诉舍姐 有吗 有没有 有的话给我敲一 俊玲说老师 那我现在能去参加高考吗 你不能 你那方法还没给舍姐学权了呢 找到了吗 找到了评论区里给舍姐敲拨数字1 特别棒 特别棒 有熊 这不是字了吗 他们 他们执行他们的第一次演出 在美国的什么什么地方 咱不管了 然后这个音乐会 Consert这个单词本意是音乐会的意思 这个音乐会是现场的 吸引了多少多少人 不管了 逻辑是不是接上了 来等了赞给我刷起来 等了赞给我刷起来 等了赞给谁刷起来 特别好 拿捏住了哈 往下来 这套题 北京卷的高考题 老师跟他说北京卷有名的男 自主命题的省份 而且他们的阅读理解 那偏幅的长度比咱还大了 你们现在把眼睛给我瞪大 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 这套题我都不想解释 我想让你们刷刷刷 给我直接全做完就完事了 严林说 老师刚出去了一下 回来就不懂了 有点想着看回放 特别好 优秀 来 俊林晚诺 舍姐我看到了 的什么玩意那个 是不是极其优秀 按照谁给大家讲的 遇见大家名 前面要找这类名 你所选的那个选项里头 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他 出现 来 全体经验 给大家发学码 走起 北京可怜娃子就是我 眼里 师姐抱我你 答完评论区里给我刷播数字6 咱看看有没有逻辑 再难 浙江的难 江苏的难 北京的难 是不是 逻辑在不在 逻辑依然在 特别好啊 那是谁给舍姐选错了呢 那单词又看长一样的了 啊 长得又像了他俩 是不是 太赞了 是吗 是谁给舍姐选错了 高文正说 实话实说 就我做北京券这个题的时候哈 这个单词你问我啥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它并没有影响我做对这道题 我后来一查 我才知道 这个单词它的意思叫做 突出 所以大家甭想说 哎呀 老师那个被单词 单词永无止境 按照考试说明当中的要求 7% 10%的单词 是每套事业当中必须要有的 你看舍姐做这个题 舍姐都不认识单词呢 所以你们不要给舍姐想着老师 不要给舍姐验证 不要太猖狂 是不是 不要那么草率 对不对 我们现在既然都能锁定的SG了 你再多给我看一眼 能怎么样 你别着急 你同学这个工作可能刚翻译到2B选项 OK吗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给老师看啊 空格后面 舍姐叫你去验证哦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The Math 看见了吗 舍姐太谦虚了 空格后面看到那个The Math吗 老师那玩意是什么玩意 你甭管它是什么玩意 按照舍姐给大家说的 既然这个语言逻辑原理是OK的 你又出现多加名了 说明我们刚刚所远的那个G选项里头 它就应该有Mess这个单词出现 否则不可能作用我们正义的案 老师解决了吗 然后你给我再验证一下 G选项里有没有不就完了吗 特别棒 心悦舍姐 那借词后面 宛诺那把12后边 这不是这什么玩意 我就问一下各位同学们服不服 来服评论区里给我刷一锅数字6 给我刷一锅数字6 是不是对着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要再闹心 你就把G选项 你给老师代名给翻译一下 就完了 可不符合逻辑 所以这要提几个解题点 第一个解题点就是 那家名词 是不是选择了G 然后第二个解题点 空格后面又出现了一个 另外一个名词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俩名词在G选项当中 它全都有出现 答案必选它 老师觉得清楚吗 好 那么这个句子 各位保存的翻译一下 就他们这个团队测量了这些连接或神经突出的这个尺寸 在12只鼠脑当中 虽然我们没有翻译整个的前面的段落和后面的段落 江浙湖地区有名的男的 告诉我你们看见什么了 告诉舍姐你们看见什么了 评论区里给舍姐敲出来 看见什么了 敲出来 特别好 老师我看到了D 除了D还有别的吗 星会说舍姐我看到了TD是吧 优秀 不管你们给舍姐敲的哪一个 你们这个现在这个思路跟舍姐接的都特别棒啊 这个空格后面既有they出现 又有theboxer出现 按着舍姐给大家讲的解题逻辑 遇见德加明前面要找这类名 还有就是人对人物对物单复对单处 他们在这摆着呢 说明选项里头要有名词复述的 是吧 或者是你真的有他们出现 他才符合逻辑 然后theboxer在这处着就说明 空格这个位置 我们要选的这个句子当中 是必须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boxer 有theboxer 啥意思啊 不用管 反正你得给我选有一个boxer 出现的这样的选项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啊 如果找复数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找一个boxer 特别好找 来大家给老师迅速扫一页 下面选项 告诉我这要提的正确答案选啥 我觉得答案可以直接出了 认真啊 认真 名词复数的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这是两个条件啊 一个名词复数 一个是他们 但是你一个boxer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给我选错的同学啊 一会儿舍姐告诉你 为啥 有点点马虎了 有一点点 一点点 是吧 有一点点马虎 愈合说 老师我看错了 是吧 脸蛋都给我掐起来 别留着他 是吧 来 舍姐最后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收了 我按下李欣怡 王思妍 实际 实际公布一下 这要提的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的是 2B选项 我刚看到有同学在那个 选答案的时候 给我选择私底选项 不是不是私底选项啊 是那个E选项 为啥 说老师你看 这个boxer 不对应的是boxer 大家告诉我 E选项这个boxer 和theboxer 区别是什么 评论区里给谁打出来 区别是什么 下次又把眼睛瞪的再大一点 是吧 对 俊林 他是负数 一个是单 一个是负 特别棒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啊 我们这道题如果真的是选E 前面说的是一堆拳击手 然后我后面说这个 哪个呀 哪个呀 你说了吗 你也没说呀 所以我要找的是一个拳击手 你给我找负数的拳击手 不行 我指代不上 老师则是清楚吗 所以E选项能不能选 不能选 而2B选项 theboxer 对应的是theboxer 没毛病吗 然后这个名词负数是谁 粉丝对应的是他 也没毛病吗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有同学 也个别同学给老师选择了boxing 老师A选项有boxing G选项也有boxing 难道不能选吗 boxing和boxer 它来长不一样啊 它来长的不一样的 你不要给蛇就选 就像前面那个plant计划 plant是种植 那不是一个词 蛇姐是清楚了吗 所以赵铁的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2B选项 粉丝名词负数 theboxer theboxer 完全能对应上 所以赵铁几个解题点 第一个解题点是他们 第二个解题点是theboxer 然后跟他说 你要是还不服 你就给蛇姐把那个翻译给我上去 你就只给我翻译2B选项 你看行不行 有的时候 粉丝比rootful短语 意思叫做支持 粉丝会支持某一个特别的拳击手 他们这么做 他们粉丝呢 对应上 做that that 做啥了 支持某一个拳击手这件事 因为这个拳击手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的这个拳击手失败了 他们通常会感觉好像自己失去了 这场比赛一样 老师学清楚了吗 那这道题也没毛病了 评论区里给我走一步 走吧 再 放心啊 你同学这时候可能刚翻译到这个空格后面的句子 你答案都已经选完了 三个逻辑在暗示各位宝子们答案给我选它 给我选它 这个句子 短语要给舍姐记下去 比rootful 就是支持的意思 三 二 一 好嘞 那么舍姐把 指带的 瞧解的大招 都给各位宝子们讲解完了 有人称的指带 有哪些词 非常详细啊 然后指示带词 有哪些 舍姐给大家记得出来了 还有定贯词的 也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接下来呢 舍姐要给大家讲解 数词的 瞧解大招了 来 先给各位同学们啊 讲汉语 先把汉语说通了啊 2022年初 娱乐圈的铲瓜的速度 真的是空前绝后啊 平均每天都会爆出2-3个热搜 空格 这一刻钟的时间 用来做两篇七选舞 它不香吗 来 大家把眼睛给老瞪大了啊 你会看到空格后面出现了 叫做这一刻钟 这 说明前面有出现过 然后又一刻钟 你告诉舍姐选哪个 这答案是不非常明显 选择的2B选项 一刻钟 对应的是15分钟 这指代的是前文一定有提到过 这一刻钟 只不过是人家给你稍微玩的一个逻辑叫啥呢 你原来用一刻钟 我后面给你改成15分钟 那15分钟和一刻钟 那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在这里是要给大家讲这个方法 叫做数词前后要呼应 给我截屏 给我截屏 截文屏评论区里 给舍姐刷拨数字7 导致吃瓜选手挡的围观时间 都比平时多出了15分钟啊 那这15分钟 给舍姐做两篇七选舞 它不香吗 是吧 特别好 来上题了啊 真的啊 给大家设置的题都是一样的 空格后面叫做 that's a quarter hour 这是啥 我说quarter我不认识是吧 一会儿谁要给大家讲数字咯 a quarter 它的意思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小时 那是四分之一小时 那时是哪时啊 这不是谁给大家讲的吗 首先 数字前后要呼应 人对人 物对物 单负对待负 你只带就是前面 所以你这个选项里头啊 你懂了吗 是吧 来 禁言啊 给大家发选项卡 你不给我选它 天理难容啊 答完评论区里666 给舍姐刷起来 一点点的啊 把舍姐这招全学过去 那七选五 不管考啥 咱都给他们给大家拿捏死死的 好 加油 你给我等一会儿是吧 你拿着我 特棒啊 来 来 谁就准备收了啊 5 4 3 2 1 表演一下 顾佳叶生 还有孔冰坤 特别棒 来吧 在英语课上学数学 是吧 所以赵提下面的选项 只有这一选项能选啊 15分钟 1 4分之1小时 对不对 答案不选它 你给舍姐选什么呢 对不对 直接排掉了六个干扰选项 那4分之1小时 那不就是15分钟的意思吗 数词前后要呼应 舍姐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下 数字 英语当中数字的事啊 必须要给舍姐记写去 因为你未来再给老师 用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学到 uni 这个单词 它就是指one 这个单词的意思啊 比如说uniform 谁给大家讲过也过 它的意思叫做校服 制服 form 这个单词是形式 一个形式 那就是统一的 所以名词叫做校服制服 形式的意思叫做统一的 穿一样呢 那不就是统一的吗 还有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过 unicorn con 这个单词本身是脚 一个脚 那叫啥 那叫独角兽 unique 独一无二的 对 这天翔非常棒啊 特别好 unicorn 这就叫独角兽 那俩呢 俩呢 是吧 bi 它代表的就是两个 two 比如说bicycle 哎 为什么自行车是吧 是bicycle呢 因为是俩轮 那三轮车呢 tricycle 是吧 tricycle 是吧 然后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三 tri 代表的是three triangle 为啥呢 angle 这个单词它本身是脚 撒脚 所以triangle 是啥 是三角形 是三角形 然后呢 还有我接下来给大家讲那个四 我今天就给大家先讲到四 quart 来 代表就是four quarter quarter 来 就是一刻钟的意思 一刻钟 a quarter 就代表的是四分之一 来给舍姐截评 给我截屏啊 截屏 截完评评论区里给我刷波数字1 驚到了是吧 特地把晚自习的假请来是吧 听舍姐的课 非常棒啊 来给舍姐看那题 照题空格后面没有句子啊 但是空格前有句子啊 空格前今天today 82%的美国人住在城市 只有2%的住在农村 哎呀就你给舍姐思考一下啊 好现在再跟你聊82% 2% 你们觉得少点啥 二要是谁给大家讲呢 那数次前后要呼应对吧 82在这摆着呢 2在这摆着呢 那凑够100%了吗 那没有 那还差16%呢 哪去了 啊老师 So Disney 我就要去找16%了 结果你给老师理了一遍 知老师 下面没有16% 舍姐 我感觉被你坑了 没有16 怎么办呢 老师跟大家说啊 这题给大家玩了一个花活 这个花活是什么活呢 他把16给我换成了 叫做the rest the rest 直接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点 告诉各位同学们啊 the rest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 其余的 我们在做数词相关的题 会出现 如果他想给大家整的难度一点啊 我不给你写16 我不说 16% 住在是吧 小镇里 我不说16 我说16我多明显呢 这个词必须要给舍姐会 他用的是其余的 the rest 其余的住在小镇里 逻辑跟配跟上 哎 其余的剩下的 所以答案选择的这道题 我没有给大家发选用卡 就是2B选项 老师说清楚了吗 来等话赞给我刷起来 如果玩的稍微花花一点 我不给你放16 不止这一个 老师给大家 比如说他前面给你说50% 30% 等你去给老师找20%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被坑了 老师上面没有20% 那咋整啊 他可能就是给你用的是the rest 其余的 OK了吗 好 那么接下来呢是要给大家讲这个单词啊 Urbanization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城市化啊 这个词怎么记啊 所以大家说这是名词 Urban 这名词叫做城市化 Urban 这个单词本身就是城市的意思啊 城市 咋记 Urban 饿 饿 饿了是吧 大饿是不是 之前有给大家讲解过是吧 饿 饿了啊 大饿不能往城市去奔的 对不对 饿了你应该往哪奔 饿了就往城市去奔 Urban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城市 这是城市 然后这个是名词城市化 两个单词意思不一样啊 意思不一样 一定要给世界截屏 截屏 截屏评论区里给我刷拨数字6 给我刷拨数字6 饿了往城市奔 对不对 特别好 那实际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数词这部分的啊 总结 数词前后要呼应 如果出的比较简单 你会发现你数字能够直接对上 如果出的稍微有一定的难度 诶 世界给大家写了 1234 它代表 还有我给大家讲那个 the rest 其余的那个词 要给蛇姐记下去 那么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讲解 我们最后一排了啊 就是我们的余法精炼 这一把块 这部分一共 再来几道题是吧 你看 名字都没有做爽 是不是 跟蛇姐学完七选五之后的感觉就是 蛇姐我要下去做题 但大家下去做题的时候啊 一定要对应的去做题 不要说老师我今天学了你这两个方法 那有的七选五的题解不了 那确实有的解不了 因为它不是用的这两个逻辑 所以跟着蛇姐要把整个齐全五的解析方法 这全都给学了 一点一点的全都给拿下 这里面呢 一共有六孔 其中有五个孔呢 是有提示词的 有五个孔有提示词 这是河南郑州一中的高一的月考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五提示词的 按照蛇姐之前给大家讲的 我们余法填空啊 分成有提示词的 考动词考名词形容词代词 然后五提示词呢 借脸灌带 老师一个个题带大家看啊 大家不要觉得说 一看这个题我觉得好难啊 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啊 第一个句子 虽然我们前面不认识啊 前面说老师这说的是啥呀啊 这个用没有从头到尾翻译啊 如果是全篇的 老师带你从头到尾翻译 这种单题 咱一个一个有的攻破 we are proud of 我们以什么为骄傲 后面叫做culture culture本身人家就是名词了 所以这个位置 你应该给老师放一个什么词 it这个单词给到大家 是个代词 可能让你把这个给我变成 主 宾格的形式 也可能让你把它给我变成物主代词 也可能给我变成反身代词 反身代词 其实老师给大家讲了 只有你的主语和你的宾语同源 一样的时候你才会反身 对吧 所以在这里肯定不能反身了 那你说是变成宾格吗 如果它真的是宾语的话 那后面culture算啥呢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 要放一个什么样的词 来修饰这个culture culture是名词哦 告诉舍姐这空间填啥 来给大家发选项卡了啊 答案只有两个啊 只有两个 看哪个是正确的 宇轩给舍姐自信一点啊 给舍姐自信一点 有人选错了 舍姐告诉你因为啥啊 咱不怕错啊 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题 咱不再掉坑就可以了 语法这板块实际得带着各位同学们巩固一下了啊 毕竟这还有15分呢啊 3 2 1 说了 表演一下和清义 梅瑞奇 摇水晶 来吧 直接说一下啊 这个空 你知道老师我可不可以填成RB选项 A词 打撇加S 那你就是相当于It is 是这样写的吧 你is是一般现代识你是一个谓语动词 啊又是一个谓语 你现在讲几个谓语了 谓一谓二 然后这有一个influences 这是第三个谓语动词 有三个谓语 是不是就应该有两个连接词 可是你这个句子 你给老师扫只有and一个连接词 说明咱这个位置能不能填谓语 不能 2B选项能不能填 不能 2B选项就是错的 他就说位语 咱们这个空谱呢 再填位语了 答案选择就是A 那A词是啥 A词是形容词性物质代词 它相当于叫做他的 就是个形容词 咱形容词不就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吗 老师记得清楚了吗 来第一个理解了啊 评文区里给这里刷包数字1 这道题理解了没有问题 数字1给我走起来 有给老师做错的同学一定要截屏啊 一定要截屏 下句之后把你那个思路给老师写在下面 为什么不能选Atease呢 因为他就说位语了 这个句子三个位语 一个人的词肯定不对啊 然后第二孔 叫做 Part of the culture 文化的一部分 influences 动词影响了这个世界 后面给大家一个Droid 这个单词是个形容词 形容词出现的时候 大家需要给老师考虑 它可能是要变极 变成比较极啊 最高极啊 对吧 如果是比较极 你看有没有then这样的单词出现 出会儿跟谁比呢 如果是最高极 你是不是得看有没有是最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表达 还有就是变性 这形容词要给老师变成什么词啊 可能是变成名词 也可能是变成副词 对不对 你看它修饰谁呢 影响世界 来走去 选项卡他来了啊 杨家说老师 那那个even是不是在修饰比较急啊 even是递进关系 我们以他的文化为骄傲 甚至这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还影响了这个世界 这个even它表递进 和前面是并别关系 老师说清楚了吗 严林非常棒啊 行修明复修巨行动 特别棒 三二一 熟了 两下 肖俊成王亚轩王婉诺 特别好 影响世界 大大的影响了世界啊 大大的 选择是C选项 因为你在修饰influence 这个动词 行修明复修巨行动 老师清楚了吗 好了 第三个空 第三个空 现在五体是词哦 place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么快啊 然后 中国place important role place是动词 important是形容词 role是名词 你们告诉我这个位置 它缺一个什么 缺一个什么 是吧 嘉欣说 上了高中发现周围的人一个比一个卷 不卷怎么能冲进前40%啊 世界想跟你说啊 你高中 中好的时候冲进前50% 你高中想上大学 你要比舍姐充进前40%的 否则你未来可能就要读一个专科 老是跟大家说 哎呀 想说就更多过了 是吧 专科找工作都不好找啊 各位宝子们 你找不到一个自己特别理想的 是吧 工作环境也好 是吧 周围的人 是吧 也特别好 那这种不是特别好找啊 干的漂亮 舍姐填罐词 词言 你给舍姐词信一点 给我改成感叹号 那形容词修是名词 是吧 那名词它得戴个帽啊 在点耳中扮演角色 起作用 play a role 起作用 那这个位置说老师 为什么要填安呢 因为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 important 你前面就应该是用贯词 安而不识过 因为原因开头了 老师姐清楚吗 这一点五分 又给舍姐到手了啊 在这里面呢 舍姐要给大家讲这个单词 economy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经济啊 怎么记啊 谐音的啊 谐音的 谐音符合法是要扣钱的啊 economy 依靠农民 依靠农民 我们的经济 是要依靠农民的 经济才能起来 economy 经济 老师姐清楚了吗 能不能给我记下去啊 来 截屏给我刷1 economy 依靠农民 才能跟我谈经济 是吧 economy 经济啊 好嘞 第四题 第四题 括号里给的是名词 对吧 我这个给大家放错了啊 应该是名词 Foreign 外国 外国都 都可以啊 你把它当名当行 都可以啊 然后但咱这个位置 你空格这个位置啊 应该填什么词性呢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的什么 learn 学习 mandalin 啥呀 普通话 魏动词在这摆着呢啊 B语普通话也来了 那么就这个位置缺一个主语呗 那你不能放外国的 或者是外国 是不是 你应该给世界放啥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 就是 more and more 应该填什么形式 特别棒 这是谁呀 哎呀呀呀啊 来 上榜 冰纯 游秀 俊林 思岩 都给舍姐敲出来了啊 孝壮舍姐 咱得用复书啊 是不是啊 确实是 所以这个空啊 不仅要给老师填 他的名词的指人哦 我们应该填 foreigner 加一啊 而且人家前面是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不能就一个啊 所以加s 老师说清楚了吗 必须要给我加s 天祥 非常棒啊 e啊 s 优秀 好那这个搞定了啊 接着往下来到第五个空呢 第五个空 情态动词在这摆着 情态动词后面必须得给我接 什么 必须得给我接动词 圆形 老师那要填圆形 咱那个cas就圆形填进去呗 中国的传绍文化 能够测试背 时间 出来没 括号里给动词 这个框绝对在考位语 因为你情态动词后面必须得给我接动词 而且得给我接圆形 你贴哪个 来给大家发圆形填卡 收起 阎琳怎么那么可爱 谁给我选错了 谁谁是谁 可以 舍姐一直在跟各位宝子们强调 我说看见拜 看见拜 呦 背高 让大家填圆形啊 这么多年 高考真题啊 我说高考真题 只考过一次 16年的全国二卷 让大家填圆形 圆分不动的 其他的必须得给我变形 老师就清楚了吗 完了谁给我选D了是吧 比方一下 丁紫义 陈乐文 葛丹言 这个字念 棒 对吗 风 来啊 来谁说一下吧 既然填圆形 A圆形肯定不对了 Test是圆形嘛 那B等词它不也是圆形吗 对不对 看见拜 用被动 看见拜 用被动 佳琳说老师我选的是C啊 为啥错了 那是系统的问题 是不是啊 是吧 蛇天大还有D呢 D我旺山了 是吧 你们就给我选字D了 是吧 你看着最后一个 就给谁选字D了啊 Can be tested 能够被时间所测试 就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检验 答案是C选项 好 来那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啊 嗯 最后一道题填什么呢 realize 是谓语动词 对不对 然后啊 是一个谓语 那 而是连接词呢 是给大家讲过啊 可以省略的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定语从句 那个关系词 在从句当中做的是宾语 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 宾语从句 that 在从句当中 不做成分 也不缺任何语义 它是可以省的 所以这个位置 一定填的就是实态 那填什么实态呢 某一天 某一天是什么实态呢 某一天他们意识到 他们错了 他们忽视了传统文化 那是什么实态 走起 来我就会把4D选项删掉了啊 某一天 某一天 我相信某一天 我会去到我理想的大学的 这个为什么给舍姐选错了呢 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给我选错 诶 新月 诶 新月问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啊 说老师为什么不能是过去呢 好 舍姐收了啊 858 赵海斌 刘新红 非常棒啊 舍姐为什么不能是过去 如果你这个位置 你说过去的某一天 难道不行吗 行 如果真的是过去 你这个后面就不能给舍姐用R了 你的主语是过去 你的宾语也应该给我用相应的 过去相关的实态 老师学清楚了吗 所以C选就绝对不会选 不要我填圆形哦 某一天 你要么是过去的某一天 你要么就是将来的某一天 所以答案选择是B 一般将来是 某一天 他们会意识到 他们 错了 他们现在是错的哦 他们忽视了传统文化 老师学清楚了吗 好 那么第四part的 一共有六孔 谁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如果做错的同学 下去之后 再给老师好好思考一下 看哪个位置 马虎了是吧 吵出来了 给谁填错了 总结一下本节课 谁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七选五 七选五 七选五是一共给大家准备了12个解题方法 我们这节课有学了 人对人物对物 单处对单处 还有主旨代一笔笔线 这是人称代词里的 还给大家讲了我们的 这个德加名词 德加名词也给大家讲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前后要呼应 是吧 下去之后一定拿空白课件 给蛇姐从头到尾捋一下 捋一下这个思路 然后这节课老师要求各位同学 你们必须要给我背的词汇 所以给大家总结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堂堂测一下下下 你们看一下这道题 他跟你说 那些当中的百分之九 哎呀 叫做那些当中的百分之九 那些呀 你是不是应该有一堆数字 数词前后要呼应 你才能说百分之九是多少 我才能知道百分之九是多少 所以呢 这道题答案选哪一个 那些当中的百分之九 你不告诉我那一堆 我怎么知道百分之九是啥 百分之九是多少 对不对 思考一下 嗯 你们说的是对的 是吧 来下面这个 he believed 他相信 哦在这里出现了 人对人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一个男人 下面选项里头 就应该只有一个男人出现过 他才可以 你给我扫下面选项里头 哪一个是一个男人 舍姐不说了 来啊 学习看 必须给舍姐拿捏的死死的啊 所见即答案是吧 我看谁一个舍姐选错啊 俊文说 我感觉没信心啊 你做就错 没事儿 咱们一点点把思路捋过来 咱不可能说老师 我这节课讲完之后 我咔 我就立竿见影 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啊 你也要给自己时间 去吸收 去消化 舍姐不指望的 一下咔就给你们掰过来了 所有人按我这个逻辑去做啊 一点一点来 啊 俊文 都给舍姐拿捏了吗 拿捏了评论区里给我刷拨666啊 洪爽说 我都对了 是吧 特别好 思念开始加一了 是吧 一个男人 我看谁给我在那马虎大意了 在那给我选一个男人 你给我选的是什么 实在真是要瞎你大脸蛋子了啊 彭基说老师 我只对了一个啊 你对的是哪一个呀 你是对了第一个 第二个错了吗 彭基 有彭基 舍姐呼叫你呢 对第一个啊 第二个我看 被舍姐Q的一天是吧 哲玄说 老师我第一个错了 是吧 好吧 哪个都有错的 来 试试收一下吧 5 4 3 2 1 哪有男人呢 你们太可爱了啊 来试试看一下啊 比方一下 柯蒙 天语还有6826 来吧 试试说一下啊 我先说一下第一道题啊 9% 数次前后要呼应 你得先给我一个是吧 83亿吨的垃圾 然后 这些当中的9%能够被回收 逻辑接上了 然后说一个男人 老师A选项不对吗 A选项男人在哪里呢 Dreams是梦想 哪有男人 老师那4D选项里有一个人 human 你给舍姐看好了 就叫做human man human man 叫做人类 不是 ahuman 你自己看清楚了吗 哪有男人呢 李老师 那你那个 G选项里男人在哪呢 人名啊 这个男人的名字啊 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呢 老师说清楚了吗 答案选择之一啊 首先 佛罗里达的这个理论 是吧 他相信梦是砸砸地的 这个男人不就对上了吗 谁解释清楚了吗 来 给我领红包 对哦 名字啊 没事 咱们一点点捋啊 思路慢慢的就顺过来了啊 好啦 舍姐给大家发文这个红包 大家下课之后 去找我们的佛德老师 把今天的空白课件捋 拿过来 思路给舍姐捋一遍 OK吗 然后单词一定给舍姐 及时的整理到本词上啊 然后还有没有给舍姐答这个阶段册的同学 一定要想个答阶段册 我以为是第一名是吧 人名 咱心 学分还有吗 我学分还还剩学分的吗 今天 我怎么这么出息呢 没有学分呢 学分都造美了啊 好的 拜拜宝子们 下周见啊 下周谁给大家带来的是 介绍类的讲解啊 拜拜